如果美国在这方面再继续打压中国的话 欧洲这边可能真的要造反了 好 现在看来解决欧洲能源问题 真的是需要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房屋面对面 我是罗小飞 俄乌战争到现在继续了 大概是一个月左右 我看到好像欧洲方面 因为能源问题有点是发飙了 很多地方开始了示威游行 觉得自己油价涨得太高 天然气不够用 没法取暖 大家要家里抱团 那么这种能源问题要是不解决的话 美国肯定会觉得欧洲对队伍不好带 那么今天请到王一条老师一起跟我们分析一下 美国欧洲现在一旦离开了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 他们要靠什么继续撑下去呢 说起来欧洲其实是离不开俄罗斯的 所以说如果让他们完全断窍的话 那么他们必须再找新的一个能源来源 这个能源来源是什么呢 首先呢就是那个美国说了 我每年给你150亿地方 听起来挺多是吧 这是美国这方面的 但是呢俄罗斯每年向欧洲出口的 那都是快2000亿地方了 比如说这150亿地方也就是个零头 对 我记得好像2021年 这个拜登上来之后 也是不甘示弱 又跟中国签了一个大单 好像那个单子比特朗普 那个单子可大多了呀 就是美国呢 当年呢就是打贸易战的时候 他说哎你中国必须得买我的这个天然气 当时的价格呢 签的价格是当时市价的两倍 觉得我们挺吃亏的 然后在现在看呢 这都不是事儿 现在我看一下 现在这个当时是300多嘛 300多美元嘛 现在我看了最高峰 欧洲价格是3500 现在烙了50% 烙了50% 那也是1600左右啊 接近2000了 所以跟现在跟那个比都是毛毛雨 嗯 然后呢 而且美国因为这两个协议1000啊 必须是得优先供应中国的 嗯 对 要不然的话 这个协议它是他完不成 对 对对对 就是我看耶伦那边还着急呢 如果说美国要是完不成这个协议的话 中国有理由不完成中方的这种责任 所以我看这个耶伦就是美国那财长啊 整天让人的 别跟中国较劲了 那美国现在供了中国这么多气之后 还剩下多少气能供欧洲 对啊 这是个问题 他说150亿 那真正能拿出来多少 这是第一个疑问 第二个疑问是 你怎么把这个气给运到欧洲去 对 中间隔个大西洋呢 对 那因为我们看到俄罗斯运气又是管道 管道天然气 阀门一拧开就过去了 但是你要是跨着大洋运气的话 那只能有LNG船 是一船一船往欧洲拉 然后现在问题是什么呢 第一 双方的这个 那个港口 就是专门用于加注和那个卸载 这个LNG的这个港口 不够 全世界600多LNG船 绝大部分都是用在 从中东往中日韩来运 美国是拿不到多少运力的 就是我说要弄出150亿 给这个 给他们这个欧洲 但实际上能运出去多少 这是问题的 现在能生产LNG船的这个船台啊 只有中国和韩国有 韩国稍微比我们中国多点 但我们中国现在已经突破了全套技术 但是说是中国和韩国生产LNG船 这个市场占有率哪方更高一点呢 还是韩国好高 韩国大概占了60% 中国占40%的话 就是说假如说新的一笔订单 就是每100艘船中 大概是韩国60%的量 但是前一段时间呢 那个也传出消息 也说我们这个互动造船厂啊 那个扩建50% 当时还有很多人说 我们是不是要要大造航母 目前看的是要造LNG船 但是现在我们看看 那个中韩加在一起 在手里面的订单 大概150搜 大部分被谁买去了呢 卡塔尔 卡塔尔 卡塔尔倒是啊 最近跟欧洲也是搞了一个单子 说跟德国那边签的单子 要持续供气 但是我看卡塔尔这个能源部长 也说了句很有意思的话 说供气是给你供啊 但是你现在想摆脱俄罗斯天然气 那是胡说八道啊 根本做不到的事情 就是我现在要给你供气 卡塔尔的观点是最早2025年 那么2025年到现在 算下来还得有三年呢 三年 那么俄罗斯这边要是给他断了气 那么欧洲要从哪找气呢 反正我看了看 就是美国这报纸啊 已经说了一个问题了 说拜登答应给欧洲供气 但是查了一圈 发现拜登自个都没气 我们看看那个 当时我查了一下 在克罗地亚 建了一个20亿立方米的一个LNG卸载站 他们需要大概4亿欧元的成本 然后三年的工期 三年呢 三年的工期 好吧 那且等着呢 那就是说 这还只是一座 如果是按2000亿立方 它缺口来算的话 那先100座 好吧 那就是说我得要三年期间 像这么大的工程得同步开工 搞那么多出来 你觉得以欧洲的那种效率 那种基建能力 三年能搞 十年能搞出来 就算它效率高 反正我知道一点 就是现在好像已经是从中国 向这个欧洲发货 发了45船了 据说啊 这45船的这个天然气 弄回这个利润 得400多亿美元呢 那么就是说 这个字1400多亿美元到手了 欧洲是不是还得谢谢我们呢 那必须的 但是总体来说 还得谢谢川普的字 这个真是 当年真是凑怪他了 这个船我们 这个钱呢 我们不挣的话 有点不道德 因为欧洲现在那么缺乏能源 既帮助美国销售 又帮助这个欧洲使用 还能解决了 欧洲不愿意用卢布 向俄罗斯支付的问题 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 你看我们这干的多好 所以说啊 现在欧洲想解决能源问题 目前来看 主要还在靠中国 那不但他们的气 现在短期在靠中国里 维持着 远期他的船 也在靠中国 这边加工加点 给他给干上 如果美国在这方面 再继续打压中国的话 欧洲这边 可能真的要造反了 好 现在看来呢 解决欧洲能源问题啊 真的是需要来自 东方的神秘力量 所以呢 现在美国要去欧洲 好像也不太敢说 对中国进行 刺激的制裁 大概也是怕中国 心情不好 好 关于欧洲能源问题 如果解决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我们的栏目 我们下期待聊